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妻子 甚至就连妻子的关心 她也很讨厌 面对丈夫的排斥和厌烦 王女士悲痛欲绝 她弄不明白 丈夫为何对她变得如此冷漠 而更加让她崩溃的是 家里还有一个同样不与人沟通的问题儿子 她一直希望丈夫能够关心并改变儿子 可现实却是 丈夫对儿子不闻不问 在儿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让王女士觉得 丈夫瞧不起她和儿子 提起儿子 黄先生为何静也情绪悲伤 耿艳强 儿子的问题 跟黄先生如今不顾妻子 只管自己外出玩乐 有没有关联 对待共同生活了30年的妻子 黄先生究竟为何变得如此拒绝和排斥 最终 他们又能否找到温暖 继续携手婚姻 调解马上开始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黄先生和王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自己一个星期都不出来 他们竟然出去玩 家里也不来管 只要他自己过得好 他说 他离婚的念在都有了 不能住 他不顾我的感受 好像我就是叫他吃饭 要全力叫 只要他没有活了 所以你今天是希望 温暖一点 对我好一点 这怎么说温暖不温暖呢 一听到话 说话两分钟都不停的话 那么多 我插都插不进去 过分地看小孩一样的 她是妈妈 我在三岁四岁小孩 太唠叨 一进了门 就是有一种压抑 上句话一说 掉眼泪哭 我说你哭有什么用呢 究竟是妻子过分唠叨 使得丈夫想要逃离 还是丈夫突然异常冷漠 抑郁离婚 王女士告诉大家 打从结婚开始 丈夫就一直忙于事业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厂子的经营上面 而她则专心在家养育三个孩子 日子一过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今年 因为疫情原因 厂里的活儿少了很多 夫妻俩的相处时间也就多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丈夫却似乎拼了命的 要把她甩开 她是这样子的 五点钟起来 她就走路了 早饭我收好 衣服洗好 七点钟回来吃早饭 吃过早饭她也出去了 那十一点半 我就打个电话 可以吃中饭了 有时候她说 我外面吃了 我很委屈 我说你经常到外面去吃 她说哪里也经常出去吃 你越要讲 我越要自己顾自己的日子 对你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就你打个电话 问她吃饭 也能引发这么多的矛盾 我打电话 她就讨厌 然后有一次 我说我们两个去走路吧 女儿买了两条衣服 叫我们可以打羽毛 叫她走走路啊 她就是说 迷得走起来 还骂她很凶 我不喜欢看到你 看到你都就讨厌 一起三个步也不行 不行 对我已经好像没有了 没有我这个人 她自己也说出来 她说我已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了 你可以外面去自己找工作也可以 犯我也不会饿死 不要你少 先生觉得心里就不舒服 我有时候出去跟她讲了 我说我出去朋友就打开 八点半一个电话 过五分钟一个电话 过五分钟一个电话 哎呀 我们在一起的 回去回去 警察查看 查那么近 有时候正好我也准备回家了 要做一个电话 要一个电话 管得太多太多 跟她出去呢 打个这个公园里 只能我们有两个人 不能有第三个认识的人 也乱讲了 我其实也不是 碰到一个熟人 男的好一点 哎 如果碰到一个女的 跟我打一个招呼 叫做问了 这个是谁啊 怎么认识的 根本就都没有去照顾 也没有跟我走得去 她只要听到女人的声音 她总是要一问到底 我说这个也认识啊 就这样很随便的 我呢 她很不舒服 她就讨厌我 她说 所以说我不喜欢你 跟出来 很远迟两个人 去打羽毛桥的 那个公园里 我们两个在打的 那个女的看见我 哎 她说你们也在这里 打羽毛桥 我还不认识 她说我们住在四楼 我们在三楼啊 哦 她来继续打一下嘛 几分钟以后呢 我的羽毛桥拍呢 准备改她的 正好放下呢 准备改她呢 我说你跟她打 走了走了 不打了 回去 又回去 这种女的 我看不惯 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女的 她总是会这样的 我心里的事 也有点不舒服 我说这个女的 我们两个打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来 我的球来接过去 跟你打 打得这么好 她衣服都要抬掉 再继续打 我旁边看着他们打 我是有点不舒服 要么她应该是这样子讲的 你们两个女的打一下 也好呀 是不是 她刚刚说 她是准备这么做的 她没有嘛 你心里不舒服的点 是不是看见他们两个这样 打得很好 开开心心的 你就不舒服 是 为什么跟我打 是打不开心 是我叫她去打了 她就打一笑了 丈夫跟自己在一起敷衍 不开心 跟别人却可以很开心 这是王女士纠结 也无法理解的点 而让她更加无法接受的 还在后面 丈夫黄先生连着加了 好几个微信群 把所有的亲子 都放在了这些微信群里 眼里心里丝毫没有她这个做妻子的 现在她自己群里有能 她说群里的人 个个比你好 就是聊天的群里是吧 对 聊天的群里 她很活跃 去唱歌 野车什么的 有一次 书房里都是厂子什么东西 几个东西没有了 她衣服也带上来 她厂里也不去管了那天 我就打电话 我说 你今天就干嘛了 这个固子带出去 你衣服也带出去 她说不是就去玩吗 我们老家去烧饭吃吗 我们挤着个人 你如果看到关人家的话 也可以带你去 你跟人家又合不来 她说就不带你去吗 合不来 我也是难道造成的什么事 一次一次都伤害我 你的意思是 说这件事是 黄先生准备好了一套行动 要出去跟朋友玩了 去野炊了 一天晚都玩 但是没有带上你 没有 你生气的点是 你想去 她不带你 还是说 你也不想去 也不希望她去 我觉得 他对家里人这么不好 对人家这么好 我心里真是 觉得他这个人 家里一点都不关心 家里人 所以你其实是 不希望黄先生 在外面跟别人那么快乐 跟家里好的话 你跟别人也可以快乐 是不是 你家里搞不好 你到外面去 我心里真的不舒服 那你这件事情有跟她讲吗 讲的 讲的都不理你的 讲了如果两个人睡一层 就是时候打了 最后她就出门 自己去或者睡在厕山 或者睡在宾馆 我也不知道 就是出门了 我不敢追 最后她要打你的 实际上我不玩的 一直从一家为重 一室为重 我办了这么多场 没有一家亏本过 从技术上面精彩料 进进处处 全是我一个人 我已经累了这么多年 从十几岁开始 我一直累累累 累到现在 我今年疫情 我今年生意也淡一点 我要放松了 我出去旅游 我跟她讲 所以那个地方 很好玩的地方呢 叫她去玩 要一个星期 她说不行 一定要两个人念着 两个人要一个星期 我们走不出去的 有生意的 不管到哪里 这里要两个人念着 这不说明她在意你吗 哎呀 没必要这样在乎 过一会儿 有个电话在干嘛 在哪里啊 找个借口 该喝水了 芝麻粉该吃了 要那么关心干嘛 几分钟一个电话 几分钟一个电话 她就是这样 不放心吗 是担心你的安全 还是担心什么 怕我走出去了 回不了家 把迷路 在她心目中才两岁半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 因为她跟我说话太少了 其实我是觉得 去找一句话 跟她说一笑 就是想跟她说说话 是的 我觉得她应该说 也打电话回来 今天晚上我们说什么 或者我今天去哪里生活了 我希望她有这种话跟我讲 我可能也不会这样打电话 你是希望她主动先跟你沟通 对 从来不来关心我们 住到厕所里头 跟人家全里的那些女的 去听听声音聊聊天 我跟她说话不在意的 就是冷漠 妻子想要跟着一起参加娱乐活动 黄先生拒绝 妻子想尽办法 急于关心 黄先生不要 这种越想靠近丈夫 就越逃避 越冷漠的状态 让王女士激进抓狂 整天在家以泪洗面 而更加要命的是 在他们家里 还有一个31岁的儿子 中日锁在房间 同样跟王女士 没有任何交流 门锁在那里 心也锁在那里 在儿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这又和夫妻之间的矛盾 有着怎样的关联 因为我的儿子 上升一岁没有工作 不能够 我觉得做一个父亲的儿子 是不是有抑郁症啊 整天都锁在家里 能不能关心儿子 都让我开心 给儿子开心 你说好不好 现在儿子是个什么状况 现在儿子 有事吗 玩玩吗 门锁在那里 心也锁在那里 跟我们不交通 我觉得很害怕 他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做吗 叔叔有个碗店开在那里 偶尔完全放一点户 儿子一出去 马上房间的衣服 就脑袋了试掉 第一个他退休 实行干净 儿子不出来 你也没法进儿子的房间 是的 我们母子两个也没有鸽团 他一家上不跟我们说话 这老公们打掉我们想法 他就找朋友玩 我心里很委屈 就这种状况 黄先生也不跟儿子交流吗 他说你有本事你去交流呀 我跟他说他不会呀 我自己过得开心些好了 以前这么苦 现在我就要开心一点 我看黄先生说到这个 其实也不怎么开心的样子了 压力大样 我现在我自己走出来了 他玩游戏一直十几年了 从十八岁开始玩游戏 开始跟他讲也不听 打他电话不急 发他微信不回 我就放弃 你说十八岁开始 而且就是这个状态了 其实那个时候好一点 那个时候金网吧 家里没钱给他 把家里东西拿出去 反正不肯干活嘛 好了我解释到南京 我朋友那里去上班 他也不上班 我说那你厂里来做 厂里这个工人的活你住去 把这个技术学会嘛 以后这个厂会教给他 做了有半年嘛 他说太辛苦了 还是开网店好 甚至没有 他也从来不跟我沟通 我跟他讲他也不理 打他电话也不接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 是不是 自己的儿子 这两年我就放弃 你们两个人 对这个孩子的状况 都看到了 但是知道原因在哪吗 为什么孩子就变成这样了 其实做父母都没有做 儿子呢 到初中还没有病院 他说我们家里 做个水晶的 他说我们自己来干活 儿子干活起来 他老婆很开心 哎呀 不能叫不到 儿子会干活 很好 好 儿子干活 不干了 去网报了 有一次我跟他两个 就找他 网报里看到吗 那个性格超起来 马上打嘴巴 那肯定儿子们 也不敢进他嘛 就从小到大 就是说没有跟儿子 歌通嘛 从小他都没有什么关系呢 就不听话就会打 他性格很不好的 上个人有这个 一次吃饭了 我觉得老公会跟儿子 好好讲话 两半在那里 好像他是老大 就叫不出我们母子两个嘛 儿子们也不出事嘛 我们老大嘛 都想吃我们嘛 他的意思就是 王女士觉得 丈夫以往性格暴躁 给儿子的关爱少 才导致儿子沉迷网络游戏 关闭了房门 也紧锁了新门 十多年过去了 眼看着儿子已经31岁 工作没有 对象没有 这边 丈夫又把热情和心思 都放在外面 只顾自己享乐 王女士心急如焚 她开始不停唠叨 希望丈夫把心收回家庭 跟儿子多交流 让儿子走出房门 然而此时 黄先生却告诉大家 儿子之所以改变不了 就是妻子造成的 近年他去义屋帮忙 那个八天时间 那儿子会出来 帮我做饭 打个电话 爸爸饭做好了 那我回去吃饭 我都没想到会做饭 在他下班了五点钟呢 他就晚饭做好了 他一去了以后 他就不出门了 你的意思是 我意思就是 他太唠叨 太唠叨 我儿子是跟我的性格差不多的 不喜欢话说得太多的 我也是这样的 说得太多了 我反而不听 你少说两句 我会听 你说得多 我又不听 就是那几天的反应来看 就是王女士 在不在身边 儿子的表现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来的话 他说门都不出门的 吃饭也要叫 饭我们做好了 他那就是一次一次的 我说你教一次 最多教两次就行了 上次四次五次都教 教到有时候烦了 我吃啊 人家听到了就好了 在家里面 他说话的话 停不下两分钟的 当当当当当当 不停地说 王先生说 我儿子也很讨厌你唠叨 唠叨我也是这样讲的 我说你这个生意 到底做不做得起来 做得起来 我说自己你说一下 我们该 我们三个要三两的 我们三个是一家人 是吧 我说做得起来 做不起来 你该这个厂 该去做吗 该去做 不要我们来父母来教你 我叫这个话 其实他们要说 然后我说这个婚姻 我说你自己要谈了 就说这个几句话 其实他们要说 你跟儿子 你自己感觉 儿子对你怎么样 儿子没意思 就是这个话都不要讲 也是这样嘛 儿子确实是表达了 你不要去唠叨的 可能这个话 是叫我不要说 应该应该要做到 他做到吧 就是 我输了没用 儿子已经闭上了 儿子大了嘛 他自己要自己的想法 看他自己 自己怎么造化 反正我跟他讲 他不听 你们顾你们自己的 我顾我的 你安排的最好 他不听你的什么用 各王各的家里的 像个家吗 他这样子不给的话 我也真的很痛苦 日子过得 他也痛苦 我也痛苦 王女士所有的唠叨 为的是 想要一个体贴顾家的丈夫 一个孝顺 有出息的儿子 可现实 却给了他一记 无情的耳光 儿子 幽闭颓废 十多年 丈夫 黄先生 则拼命 往外逃 这一切 真的是王女士 一个人造成的吗 儿子教育的失败 夫妻感情 遭遇危机 根源究竟在哪 此时 他们的大女儿 给调解现场 打来了一通电话 说出了她的看法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三天一小吵 两天一大吵 一个是性格的问题吧 然后再一个就是 为了弟弟的问题吧 我妈可能就 太压抑了 给人的感觉 就是四五继续 说话也好 什么也好 就管得太多了 控制欲太强了 我妈妈是那种 想管的事情太多了 然后我爸爸就是 又不愿意让他管 就是想要一点点的 那个空间 这个是他们两个之间 主要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这么管呢 我觉得是他自己 缺乏安全感 我觉得爸爸 给的安全感少了一点 本身我爸爸是一个 不是很特别不佳的那种 原则上是还好了 就是不是很贴心的 那种男人吗 就是会哄的那种 不是那种男人 你刚刚说了 他们吵还有一个问题 是跟弟弟有关的 刚刚他们也说到 弟弟在家里 也不跟人交流 就自己关在房间里 玩游戏 上网 也不工作 也不谈对象 对 我弟弟比较叛逆嘛 就十几年了 就一直是这种状态 亲子关系是比较少的 我爸爸是不太会 孩子教育啊 这块 他是不太会参与的 以赚钱养家为主 父子交流比较少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妈妈跟爸爸的关系 也不太好 就是我们一家人 那种和乐融融的时间 真的比较少 就是没有家庭的爱 但是没有家庭的爱吧 你去说它吧 我妈妈又会把责任 就是吹到我爸爸头上 本来是教育子女 然后一转过来 变成夫妻两个时间的争吵 每次都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是一个死循环 女儿希望王女士 能够调整心态 多关注下自己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 而不是沉浸在焦虑中 无法自拔 可王女士却似乎 并没有听进去 王女士始终把所有的焦点 都放在儿子和丈夫身上 她觉得 儿子之所以自闭 就是丈夫作为父亲的太师职 自己之所以如此痛苦 也是丈夫太过冷漠和自私 面对王女士的怨怪 想想家庭四分五裂的现状 黄先生终于也忍不住 哽咽了起来 我都太累 我做生意从来没亏过 黄先生话里透出的意思是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辛苦奋斗了几十年 事业有成 怎么家庭就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这时观察员剧评指出 问题恰恰就出在 黄先生太注重事业 你的泪啊 其实是对于你这个家庭经营的 一个无力感 你是觉得你自己 在这个方面已经无能为力 恰恰又把这种 家庭经营的失败 全部归结到了 王女士头上 你认为就是她的错 因为你们分工非常明确 你是主外 他是主内 说实话 主内比主外更难 主外啊 你可以花钱去聘请团队 可是主内呢 他的团队在哪里呢 他的团队就是你 就是你们家的成员 可是这个核心团队 是怎么帮他的呢 你是甩手不管啊 相当于他一个人在战斗 他一个人在支撑这个家庭的 所有的问题 怎么能够做得下去 你只是把外面的生意场 看成了战场 你所有的心事都放在外面了 但是你忘了 对内这一块 你还是一个核心团队成员 你忘了这一点 你们家庭里面的婚姻状况不好 儿子教育有问题 并不全是王女士的责任 你的责任特别大 请关注一下你们的团队成员 核心人物就是你的妻子 只有你关爱他 关注他 让他的情绪得到很好的这种调整 他才有余力去和你一起 把这个家庭照顾好 王女士 甚至是用期盼的眼神 想需要得到他的关心 他有眼睛不会看你多一下 你的儿子这么大了 还要你去叫吃饭 还关在房门内 不出来 让你操心不已 你非常的焦虑 又无人诉说 你整个的生活 就是在一种危机感 和不安全感当中度过 可是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你是爱没有方法 黄先生呢 生意从不亏本 说明你在生意上面 是一把好手 我这么辛苦打拼 那么我可以财务自由 也可以情感自由 行动自由 但是他之所以 介意你跟别人聊天 是因为你不跟他聊天 他之所以介意你在群里 和其他人的开心 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 没有显示出开心 所以你要意识到 王女士 她其实是非常的渴望 能跟你有个共鸣 但是她唯一的方式 就是跟你吵架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够跟你对话 如果你把心思 多放一点在 王女士身边 能够去关注到 王女士的一些感受 其实这个呢 是可以自己 在细小方面去注意的 她不希望 我跟别人多聊天 那我稍微少一点 她不希望 我怎么样 那我就 稍微关注一些 她的感受 这样的话呢 可能你们双方之间 相处起来 就不会那么辛苦 人到这个中年以后 更加的是需要 一个舒适的状态 希望你们双方呢 各自的去做一些 调整和改变 场上呢 一个是 泪水连连的悲情妻子 一个是 事不关己的乐天丈夫 个人过着各自的生活 却每天都在上演着 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无奈 王女士 在和你女儿连线的时候呢 我们听到女儿 对你一个评价 她说妈妈是一个 控制欲比较强的女人 没有人能够 常年累月地 忍受这样的生活 结果就是 丈夫出门 儿子呢 就关上门 拒绝沟通了 他们其实一定 是跟你抗议过 但是抗议无效 于是就选择了 这种默默 转身逃避 离开的方式 你看 她是 几个群的群主 她能够在外面 如鱼得水 她有话语权 她备受推崇 她能够找到价值 而在你的面前呢 她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要去干预 这样的一种对比 她当然心之所向 往外奔了 我们知道 你是格外想靠近丈夫的 你自己要做一个调整 我想告诉你一个词 这个词叫 投其所好 首先 就从你的一张笑脸做起 偶尔的落泪 会让人心疼 长久的悲伤 只会让人厌倦 我们本能的都会去 喜欢靠近那些 积极的正能量的人 今天两位坐在这里 如果我们可以互相 转到对方的脑子里面 都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理由 而且都成立 黄先生这篇不成立吗 一个人到老一定的年纪 奋斗这么多年 都希望耳边亲近 眼前快乐 他是人的 他是普通人的 所以他会制造一些 让你看不懂的事情 比如说 没有心事放在家里 因为这个孩子 他也没办法 好 在外面玩 有些时候可能就玩得太欢乐 然后认为 你破坏他的欢乐的时候 他会把你推开 他会觉得我的要求很高吗 我奋斗这么多年 不可以吗 王女士心里想 我没有恐惧感 我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要么靠孩子 要么靠丈夫 总而言 我靠这个家 这个家 哪一处让我放心 我当然会难受 我难受 我当然会大清早起来唠叨 大晚上坐在那里 胡思万象 从儿子到老子 谁给我安慰 很多是应该在之前 就应该先给彼此安慰 安心 我们在这里不是说个概念吗 情感 我可能会很严重 所以我没把你发现 我 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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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担心极了 你看那些幸福的老人家 基本上都是话不多 笑很多 他们会说有意义的话 有效果的话 大家调整什么意思 就是从细节就要开始 然后你们俩如果回到家里 有说有笑 每一天有互相挂念 也有互相理解 在一块吃饭也好 聊天也好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请问你的孩子坐在房间里面 如果突然意识到 怎么爸妈改变了 难道对他没有作用吗 哪里是两个人在外面互相埋怨 你去你的责任 你应该做点什么 小孩听得就来气在里面 我们要在家里面 其他空间 用那一种幸福 去吸引孩子振作起来 感动才是天下最有用的武器 我们真的是肺腑之业 很希望你们幸福之心 很希望这个家正常起来 你们离失败家庭一步之遥 一个人奋斗几十年 最后拿到一个失败家庭 千万不要这样 我觉得你们完全有希望 调解员胡建英觉得 儿子出现问题 势必是夫妻俩在教育上 没有配合好造成的 如今想要改变 更加需要夫妻协作 而不是互相埋怨 或者你追我逃 进入密室之后 王女士表示 她其实知道丈夫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勤劳是勤劳 吃苦也会吃苦 儿子的问题不要去提 然后的话 打电话不要去打 他就会靠他 我一提到儿子他就发 他就是冷冷清清的 因为无力改变儿子 也无力改变妻子的唠叨 黄先生就采取了一种逃避心理 观察员廖喜玉建议王女士 凡是要学会和丈夫商量 而不是一味强压 上孩子的时候 对他的打击压力也很大的 他不是没有想 我们女人可以哭 可以唠叨 跟懒得怎么办呢 你不要强迫自己的红气干什么 孩子的事情 可以商量 老公我希望你明天如果不出去 跟儿子去聊一聊 要不你两父子出去溜达溜达 老公跟儿子沟通你不要去打准 大事不浮屠 小事别抓得那么紧 可能我这里有一点毛病 我老师 好像你出去玩 跟别人回去玩都跟儿子不聊天 跟我也不聊天 老师做出这一点 转来转出去这一点 我自己都特定烦 但是他没有了 那给我就这么 他没有来给你解这个烦恼 解这个烦恼 通过今天廖老师 这个老师给我讲的 我自己要改变 我自己不能这么老到 过去 王女士给自己话题为牢 始终走不出来 在老师们的努力开启下 他开始有了初步的意识和调整 场上 黄先生在和观察员 韩峰的交流中 显示出了他在家庭教育 和情感经营上的匮乏 事业是这样的 我这样东西 我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可以由我的 那于人员的之前 我跟儿子之前 我讲他不听 也没办法 在你们之前 家庭子女教育上 你们做的不够 才导致了经典的后果 做事业 黄先生用尽了权力 可是对待家庭成员 他却从没有想过 要如何花心思 因为你在他们的身上 没有花过心思 他们所有的表现 都不能令你满意 你看当你们父子相处的时候 给爸爸做口饭吃 爸爸在外边工作 经营企业辛苦了 他是一个 不太善于交流的孩子 但是他心里有您的位置 您不觉得 这个时候 你再给他多一点的父爱 多一点的情感 就更容易感化他 你知道儿子想什么 他的痛苦在哪 他的哭苦在哪 这把钥匙 您不就有了吗 对于韩风的建议 黄先生认真地听着 但他觉得 自己改进的一个前提 还是要妻子放下唠叨 我跟我老婆自己讲 我说你少闹哆 少闹哆 他昨天晚上在 躺到床上 有着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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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闹到晒一点 他自己各的社会 没什么对外 只要我在他身边 不会停两分钟 就是你一直 没有给他一个定心丸 您现在觉得是 跟社会上的朋友 你感觉到 在一起很快活 是吧 很轻松 但是别忘了 人生最后的归宿 不还是在家庭上 您现在是回家交流 然后就把他的那种表达欲望 给激发出来了 黄先生一度把家当作嘈杂的风箱 急于逃离 密室出来 他能拿出决心和力量 改变家庭现状吗 王女士的心态 要能否变得乐观积极一些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一下两位 此时此刻的想法 只要他对我要信任 不那么唠叨的话也就好了 我自己们改改 我要改一下 女气太重了 先不够唠叨 不够女生的讲 我喜欢他跟儿子读个童 然后跟我也读书说话 跟我好好讲的话 我也不会唠叨 他从来没有来关心我 我是爱他的呀 但是他说不要你爱 他有时候会这样讲 你这个爱都太深了 一点空气都没有 你放心好了 你不要那么担忧 不想不想 贴心 好了好了 放轻松一点 王女士 放轻松一点 王女士 王女士绷得太紧了 放轻松了 只有当我们自己轻松了 别人才愿意靠近你 你一个人那么愁苦 那别人承受不起的时候 只有远离你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各自调整一下 才能好起来 刚才黄先生我觉得有个表现特别好 就是要再再再再去 去说好话 去抱他 王女士 我现在很想提醒你 唠叨也好 生气也好 能换来什么呢 就换一下 别的人心里会想 哎呀 他很善良 他很慈祥 他很快乐 那我怎么好意思伤害这样的人呢 我怎么好意思拉下脸来 去对他呢 大家调整什么意思 就是从细节就要开始 我也要调整我自己是 我要听你们老师的建议吧 以后我自己要调整自己啊 我肯定不能老到 笑一下 再笑一下 我们跟老师照个照相吧 可以 没问题 在合影中 王女士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和快乐 虽然她表示 自己会努力改变心态 走出阴霾 但我们知道 这个过程会很艰难 这需要她时刻提醒自己 克制自己 当然 这其中更需要的 是作为丈夫的黄先生 给予耐心和爱心 让她在温暖和幸福中 渐渐改变 当夫妻俩真的做到 恩爱和解 相濡以沫 相信儿子也就会 试着打开房门 敞开心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